第二波疫情开始横扫全球各地 美国13天内新增300多万新冠病毒病例 Parler执行长表示不知道Parler平台何时回归 亚马逊合作伙伴删除支持枪支的网站 9家大陆企业股价低于1元 88家破2元 第二波致命的新冠病毒疫情正在全球范围内卷土重来 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比如封锁 宵禁和关闭学校等来遏制病毒的传播 一些国家也开始推出疫苗 与此同时 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报告 出现了新的变种病毒 这可能会影响病毒的传播方式 在中国 尽管大陆北方各地的政府 颁布了严格的地区封锁措施 但病毒仍然迅速蔓延 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围绕北京的河北省 其中石家庄市和邢台市 是新感染病例激增最多的两个城市 北方多个省和北京等地区 已经在上周末宣布 进入了战时模式 北京市政府在1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发现新的确诊病例 以及群聚性疫情 同时 英国首席卫生官员1月11日表示 英国正在进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 最糟糕的几周 英国政府表示 新的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 要快50%到70% 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英格兰 平均每50个人中 就有一个感染病毒 而在伦敦 每30人中 就有一人感染了病毒 现在整个英国都处于一级防范状态 警察将对无正当理由离开家的人处以罚款 我们再来看加拿大的情况 1月12日 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因为最新的模型显示 截止到2月中旬 加拿大人口最多的这个省 每天将有超过2万例新的确诊感染病例 比目前的数字增加了近10倍 自12月26日以来 安大略省一直处于封锁状态 非必要的企业都被关闭 安大略省的数据显示 在最坏的情况下 感染数量乘7%的速度增长 数据显示 在最近最糟糕的日子里 病例增长已经超过了7% 而在1月13日 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 又有7个县将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近期感染病例数激增 全日本的病毒感染总数已经超过了30万例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县九表示 日本在疫情方面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 日本卫生官员在1月10日宣布 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新冠病毒变种 它和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种病毒不同 与此同时 美国的疫情也不容乐观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2021年开始至今 也就是13天内 美国新增300多万感染者 在1月12日 美国共有4,327人死亡 亚利桑那州和加州是疫情最严重的州 美国单日死亡人数在过去的两个半月急剧上升 而且美国正处于疫情爆发的最致命阶段 即使疫苗正在推出 新感染病例平均每天有近25万例 美国疾控中心周三公布的整体预告显示 到2月6日 美国染疫死亡人数将达到44万至47万7千例 周三 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数据显示 在美国的12个州中 至少发现了76例 首次在英国发现的新毒株感染病例 另外据CNN报道 白宫疫情特别工作组 在向各州的美洲报告中再次警告 存在着更容易传播的新冠病毒毒株 而且病毒传播快得多 报告说 鉴于这种可能性 并且英国变种毒株已经在美国的社区中传播 传播速度超过50%以上 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并减轻传播的速度 报告说 几乎所有都会区的病毒传播都全面复发 呼吁采取积极行动 我们再来关注和Parler有关的消息 社交媒体平台Parler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马兹表示 他不确定他的社交媒体平台在被下线后 是否能重新回归 马兹对路透社表示 在亚马逊、苹果和谷歌禁止对Parler的服务后 Parler的未来仍然悬而未决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 但他也表示他很乐观 他说 Parler会回归 当我们回归时 我们会变得更强大 在1月8日 推特永久删除了川普总统的账户后 Parler在1月9日上升为 苹果应用商店的第一大应用 Parler当时已经拥有大约2000万个账户 但随后 大科技公司停止了对Parler的服务 马兹1月9日表示 他认为亚马逊、谷歌和苹果一起协调行动 试图确保Parler没有竞争力 他还回击了 关于他的平台被用来实现暴力威胁和非法活动的指控 之后 Parler起诉了亚马逊 称亚马逊暂停了对该公司的网络托管服务 导致该公司自周一开始停业 马兹的律师表示 虽然亚马逊声称暂停服务是因为Parler 不愿意对暴力内容进行节制 但他们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 Parler公司在周三晚些时候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说 亚马逊故意对最近才蓬勃发展的Parler业务造成了持久的损害 文件中还说 亚马逊并没有对Parler的内容限制表示任何担忧 一位亚马逊的代表反复询问的是 川普总统是否已经加入或将加入Parler 现在他被推特和脸书封锁了 法庭文件中还说 推特禁止川普总统的账号后 Parler新用户的增加使Parler瘫痪了7个小时 导致积压了2万多例可能鼓动暴力的内容 但Parler随后系统性地删除了几乎所有这些内容 并将进展情况报告给了亚马逊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条消息 亚马逊的合作伙伴提供网络托管服务的美国公司 从他的服务器上删除了AR15.com网站 华盛顿观察家报道说 AR15.com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在线枪支社区 在这里会员们可以互相询问 有关枪支和枪支配件的问题 并进行与第二修正案有关的思想交流 但是该网站现在正在寻找新的托管服务 AR15也在脸书账号上发帖宣布了这一情况 帖文说 我们已经被狗呆地踢出 正在寻找其他解决方案 报道说 狗呆地在2018年将其大部分的基础设施 转移到亚马逊网络服务 现在AR15.com正在寻找新家 AR15式的半自动步枪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步枪 当选总统乔拜登计划禁止购买AR15 以及其他被称为攻击性武器的普通半自动步枪 拜登在2019年8月接受CNN采访时明确表示了这一观点 而拜登在1月8日也曾经承诺 在宣誓就职后要打败全国步枪协会 对购买枪支实施更多的背景审查 并禁止攻击性武器和高容量弹匣 报道说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人是否还能保留谈论AR15的自由 我们再来关注大陆的一条消息 中国大陆的户纸深成纸创业版三大股纸在13日起跌 户纸跌穿了3600点关口 2990支个股下跌 其中39支跌停 A股总市值比前一个交易日蒸发了大约5700亿元 数据显示 截至1月12日收盘 有88家公司的股票低于2元人民币 其中9家公司的股价低于1元 有退市的风险 据证券日报消息 去年12月31日 上交所和深交所发布了一系列退市新规 明确提到了股票收盘价连续低于1元 就会触及到终止上市标准的相关红线 今年以来 这些公司的股票持续走低 退市的风险在增加 这更加引发了市场的关注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志斌律师提醒投资者 面值退市意味着公司经营状况堪忧 退市本身又加剧了公司再融资的难度 退市后公司的偿付能力会受到重大影响 从这个角度而言 公司退市会对投资者维权产生间接的影响 好的观众朋友 我是李源 节目由Celine制作 欢迎您点赞订阅并传播我们的频道 也欢迎您在视频下面留言发表您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